都说谢大脚是赵本山的小姨子,因为这层关系才得以走红。 谢大脚原名于月仙,1971年出生内蒙赤丰氏,于月仙有个表姐玛丽娟比她大几岁,二人关系很好,加上有共同舞蹈爱好,关系非常融洽,两人甚至背着家人偷偷抱了当地的舞蹈班。 1987年于月仙在沈阳进修舞蹈,认识了赵本山,1992年赵本山和玛丽娟走进婚姻殿堂,闲暇之余,于月仙经常会到姐夫家玩,一来二往,彼此都很熟悉。 2003年,姐夫赵本山成立了流老跟大舞台,并且创立本山传媒,就这样,中戏毕业的于月仙进入了赵本山的团队中,乡村爱情的排练过程中,于月仙被姐夫安排饰演谢大脚这一角色。 于月仙为了把这个角色演活,不惜一切代价,增肥二十斤,平常走路,语气,她都进行了深入的揣摩。 乡村爱情放映后,谢大脚走进全国人民的视野和心中,于月仙的努力为她带来了丰厚的收获。